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今天是圣石马斗宗徒纪念日 在生活中,我们是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他人 让今天9月21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以你的眼为眼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马斗福音第九章第九至十三节 那时候,耶稣往前行 看见一个人在睡棺那里坐着 名叫马斗 就对他说 跟随我 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 当耶稣在屋里坐席时 有许多税吏和罪人也来同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 法利赛人看见 就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同税吏和罪人一起进食呢 耶稣听见了 就说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 而是有病的人 而是有病的人 你们去研究一下 我喜爱仁爱胜过际限 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来照义人 而是来照罪人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今天 我们可以问耶稣 当你看见一个人时 你看见这个人的什么呢 对法利赛人来说 当他们看见马斗时 他们看见不讨喜的罪人 背叛犹太民族的罗马走狗 当他们看见许多税吏和罪人 与耶稣吃饭时 他们看见一群无可救药 离天主救恩很远的罪人 因此 法利赛人对于耶稣的所作所为 非常不解 也不认同 然而 耶稣今天要教导法利赛人 如何看待每个人 因为他的眼光 就是天父的眼光 而天父是以爱与怜悯 来注视每个人的 因此 当耶稣看见马斗时 他不只看见他身为税吏的 所作所为 过去犯的罪 也看见他内心最深的渴望 他的行动力 忠实到底的坚毅 巨细米遗记录历史的耐心等 其实 在照教马斗前 耶稣早就看到他生命的最大潜能 他的爱徒 一位圣使 一位圣人 简单来说 耶稣的看见是具有超越性的 超越我们肉眼所见 人心所想象的 我们也可以省思 我是否有以耶稣的眼光 来看他人呢 常常 我们只凭外在的表象 是否遵守法律 捐很多钱 做很多好事 会讲道理 有很多知识 长得体面 来判断自己 他人 是好还是坏 值得 还是不值得 然而 今天让我们问耶稣 耶稣 你怎么看他呢 你在他身上 看到什么潜能呢 当我们不断问耶稣 耶稣会教我们 以爱与怜悯的目光 注视自己 和他人 渐渐的 我们会在这目光中 被转变 成为耶稣 真正的爱徒 请品尝圣言 我想马逗一个人 在睡棺坐着时 耶稣看着他的眼神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今天 注意自己看待自己 和他人的眼光 并问耶稣 那你怎么看我们呢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耶稣 谢谢你用爱与怜悯 注视着我 请你教导我 以你的眼为眼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来自台湾 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 降福你 也愿我们常常 询问耶稣 不以自己的判断 去看待他人 我们明天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